好 我找到了 互動白板畫下聖誕樹 透過AI辨識找到相對應的圖案 疫情衝擊 導致教育方式有所改變 遠距教學 互動白板裝置 成為學校內常見的教育模式 業者看準商機 針對疫情爆發後教育新模式 研發推銷新產品 因為疫情 我們必須要減少人員的接觸 所以小組會議或是小組教學的環境會越來越多 它可能會在不同的環境裡面做教學活動 因應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我們公司方向未來會更偏向於便稀型 或是便利型的一個方便性的開拓的商品 拿著一支電子筆透過小型的偵測器 就可以對著不同裝置進行操作 不限場域方便攜帶的特質 吸引許多教師購買 業者表示疫情爆發後 產品銷售成長了兩倍 未來也將和台灣學校洽談合作 後來疫情的疫情 教學們開始要求我們買這個產品 給他們的家庭 因為在家裡他們有電視鏡 他們可以使用這個器材 繼續做交通教學 即使他們在外面教學 疫情有兩個亮點 一個亮點是我們的顯示器 要更大的螢幕 這個市場成長很多 移動性的投影機成長很多 在軟體上面如何更好的互動 教育軟體更好的互動 這是大家都需要的 強攻後疫情時代的教育科技市場 優派推出複合式教室 打造線上線下一致的教學環境 教師同時能顧及遠端 和現場的學生 並使用互動白板 讓雲端學生也可以參與 朱家良表示 台灣在2018調查中 中學生使用資通產品的 學習比例低 希望疫情成為轉機 台灣可以在教育科技上 成為全球標竿 青桃海電視 林玉堂 曾馨敏 台灣 台北報導